来 怎么样 哥 吃饭了 如烟 好长时间 都没这么辛苦了 因为哥辛苦 所以我来看看你啊 来 领弓箭 好吃吧 芝叶 行啊 今天干得不错呀 想多赚点吗 借啊 不用 不仅是我的 好 好 我再来 我这些人 你找我 我找你 找我 你找我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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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找我 找我 蔡芝毅 你给我起来 走 走啊 干吗 你让我再抽一口 我就再抽一口行不行 蔡芝毅 我还以为你真是个汉子 原来我还是看错你了 你这样算什么本事啊 抽大烟 你看你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还不如回蔡家当二少爷呢 太累了 你说什么 太累了 蔡芝毅 蔡芝毅 醒醒 你别说在这儿啊 你阿妈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蔡芝毅 喂 你也有精神 庄哥 传备好了吧 绝对没问题 放心吧 阿虹 赵刚才说的 是 弟兄们 加把劲啊 收工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好嘞 好嘞 行吧 走 好嘞 好了 糯 lumps Titan 辛苦你了 如颜姑娘 没什么的 二太太 您早点休息吧 如颜姑娘 你来 我知道我们执意对不住你 她以前是狠魂 但是现在她已经知道错了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我已经不记恨她了 她现在落到这幅田地 都怪我 小的时候浇灌她 现在又拖累她 我呀 恨不得现在就死了算了 好让她早一天解脱 二太太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执意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 也全是因为您 要是您没有了 她就更撑不下去了 就算是为了她 您也要打起精神来 你看 她还给您买了点心呢 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不能放弃 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好了 别想太多了 早点休息吧 来 想说 我要 要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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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古青啊 太太 大掌柜 按照你们的吩咐 我已经辞退了所有的伙计 档铺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生意 于掌柜 我知道 你也有一家老小要养活 不必在龙家坚持 别耽误了你们一家人的生活 太太 我跟着龙老爷和您这么多年 也攒下了几亩粮田 一家人的生计没有问题 如果太太和小姐现在没有需要 我就暂时回乡下去种地 等时局有了好转 我愿意随时听从龙家的调遣 谢谢于掌柜 小红 把给于掌柜的东西带上 去算一下账 是 太太 请您多保重 那我就告辞了 嗯 阿爸阿妈 我本来想凭借自己的能力 帮你们报仇的 没想到大仇未报 却使得龙家遭受重传 阿爸阿妈 你们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对员 进来吧 进来吧 小姐 这是仪太太特地给你煮的糖水 我不想喝 你出去吧 小姐 我想今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蔡家 去蔡家做什么 小姐 我曾经在宁老爷的坟前发过誓 一定要和你一起为他们两个报仇 所以我要去蔡家 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杀了蔡天威 沙阿珍 你跟蔡家是什么关系 他们凭什么让你进去 就算你能进去 你一个弱女子能杀得了他们 可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小姐 宁家对我有养育之恩 龙老爷和太太 这些年来更是待我如掌上明珠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龙家的佳衣 就这样毁在蔡天威的手上呢 龙太太现在寝食难安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我真的很担心 小姐 小姐 不管怎么说 我曾经有亏于宁龙两家 今天 就算我拼了这条命 也要报答你们的恩情 小姐 我知道很难进蔡家 所以想请小姐帮忙 让有军放我进去 阿珍 你的心意我都明白 但是你真的不能去 要是杀不了她 你会万劫不复 就算你杀得了她 你也不可能脱身哪 我早有准备 不过就是一死 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捡来的 阿珍 你别去 要去也是我去 你说得对 大不了一死 如果 我可以为我父母报仇 可以帮助孤长 保全家业 死也值得 可是小姐 别说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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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 你给我听清楚了 今天 我去找蔡天威报仇 如有不测 帮我照顾好 我的姑姑和贵嫔 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小姐 你不能去 你快点把门打开 快打开呀 你不能去 不能去啊小姐 小姐 小姐 我说过你 属于我的东西 我一定会夺回来的 陈香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蔡老爷 你找我啊 爸 嗯 那 我去通报一下 不用了 现在带我去找他 可是 没有可是 走 来 进来 阿爸 有人要找你 谁呀 不是 我来找我 是我 宁陈香 你怎么到这儿了 怎么回事 你不是想斩草除根吗 你不是想置我于死地吗 我来了 好啊 那你来了 想干什么呢 报仇 偿还你十年前欠下的血战 不就你这小模样 就你这身子骨 报仇 不然 你觉得谁更合适 来人哪 把他给我轰出去 真香 不要啊 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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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真香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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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跑了 真香 爹儿 不行 来人哪 幼君 宁陈香 我让你死无掌声之地 你说什么 陈香去哪儿了 他去蔡家了 他去蔡家做什么 今天晚上 我本来要去蔡家 遥和蔡老爷以命抵命 可是陈香小姐知道后 就把我锁在房间里 不让我出去 太太 你快点派人去救救他 好不好 是 派人 派人去救陈香 贵瓶 快 我们赶紧去吧 走 走 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走 太太 太太 大小姐她 陈香 陈香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真的把蔡天威给杀了 不是蔡天威 我把友军给杀了 这个陈香心也太狠了吧 阿嬷 你胡说什么呀 陈香要杀的不是友军 是蔡天威 友军 你也真是的 你替她挨这刀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陈香和她 有深仇大恨哪 我还有什么办法 她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 有养育之恩也没有陈香亲 陈香才是我们的亲姐妹 行了 如烟 这里有阿嬷一个人就够了 你在这儿只会添乱 好好休息 疼吧 不疼 你要去哪儿啊 去哪儿 上宫啊 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友军因为蔡天威都伤成这样了 你还要为她做工 而且你明明知道 她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把陈香和龙家 逼上绝路 如烟 记住哥说的话 慎恶终究会有报 没错 虽然我现在是在为蔡家做事 不过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陈香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呀 大掌柜 你找我 宋掌柜 山行的情况 现在怎么样了 山行所有的货物 都已经沽清了 火箭们的工钱也已经算清了 山行准备进天关账 龙京山行不能关账 从现在起重新进货 无论如何 也要让我们的生意继续做下去 可是蔡家在我们附近 开了两家店铺 他们的价格低于我们的两成 这样做下去 商行毫无利润可言 好 那我们就和他们拼 他们是两家 我们是一家 即使没有利润 赔的也是他们 我们的货物照本去卖 就让他们低于我们两成 宋掌柜 就按陈香说的去做吧 好 明白了 有军 有军 别起来 陈香 陈香 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都是我让你伤得这么重 你们两个就别再埋怨自己了 要怪就怪蔡天威 有军 你递他挡了陈香这一刀 你那十年的养育之恩 也算是给他做了个交代 以后啊 他是生是死 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陈香 有军有我照顾 你就不要担心了 倒是龙家现在怎么样了 我听说蔡天威在挖空西四 抢你们的生意 要把你们赶出双鱼铺 虽然 我们家还有霍云 商行和香铺在运转 但是霍云的生意快被他们抢光了 商行更是毫无利润可言 只是在耗龙家的家底 香铺的生意本来就不好做 现在就更难了 这可怎么办呢 我看呢 你还是和龙太太一起回广州吧 再这么耗下去啊 龙家迟早会倾家荡产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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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铺的伙计在到处找您呢 好 掌柜的 那边有位先生等您很久了 请问您是 我姓林 从南洋来 经朋友介绍 到桂香铺来买一些香料 好 林先生 您想要的东西数额巨大 我们香铺恐怕很难一时交付 没关系 我可以等 掌柜的 如果您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坐下来 详细地聊一聊 嗯 这边请 请 林先生 您请坐吧 陈香 郑虹 怎么会是你 陈香 我这次回来 想购买一批香料 运到海外 换取香脂 另外 还有一批紧要物资 想通过你们龙家的货船 运出香道 郑虹 太好了 谢谢您 你救了我 也救了龙家 陈香 先别截至高兴 我必须得告诉你 和我们做生意 如果被当局知道 是会有危险的 你一定要想清楚 为了你 我愿意去做 我知道 你们做的事情 都是对百姓有益的大事 况且现在的龙家 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需要这一笔生意 来重振龙家 否则龙家 真的就一败涂地了 发生什么事了 有军她好些了吗 嗯 好多了 都可以翻身了 辛苦你了 汝颜姑娘 要照顾有军 已经够累了 我们和你非亲非故 还要让你这么费心 真不知道 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嗨 说这些做什么呀 来 出数口 您把病养好了 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了 汝颜姑娘 汝颜姑娘 我知道你来照顾我 就是为了织医 我这个病恐怕是好不了了 真要是有那一天 我走了 还是要求你 帮我照顾好织医 二太太 听说织鸣也走了 双玉铺这个地方 就再也没有一个真心对织医好的亲人了 汝颜姑娘 你心眼好 不记恨我们 反倒来帮我们 汁医身边有你 我死也瞑目了 二太太 别胡思乱想了 您好好地活着 虽说汁医现在只是一个苦力 但是他识文断字 这事儿早晚能混出个人样来的 汝颜姑娘 能听到你这句话 我死也安心了 别老坐着了 来 快躺下 躺下 二太太 您好好养病 我晚上再来看您啊 好 汝颜 怎么了 别忘了 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不会忘的 您放心吧 来 快躺下 我想 CONTINUES 不是 如果有个人 老板 谢谢你 我们出发了 老板 你现在可以做自己的那些 只要你 老爷 查到了 到底是什么人 听说是南洋来的大商人 从前就跟龙家 有生意上了往来 这次不但从龙家的香铺 购买了大宗贵重的香料 还盘回了龙家的货运生意 你下去吧 日夜防守 又出了一个大窟窿 这笔买卖足够龙家支撑半年了 听说南洋现在已经 被日本人给占了呀 谁呢能出这么多钱 买这么一大批香料 太太 饭菜都好了 姨太太等您去吃饭呢 这么晚了 陈香怎么还没回来 说是有一批贵重香料要送码头 晚些就会回来了 这阵子多亏了这位南洋客人的生意 他的这笔大订单盘活了整个龙家 就是把陈香给忙坏了 太太 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 不然饭菜都凉了 快进来 Ха 快进来 还好没被发现 谁 小姐 是我 怎么办 等一下 进来吧 大小姐 这是太太特地给你准备的 乌鸡汤 放这儿吧 小姐 还有什么需要吗 没有了 阿珍 快回去休息吧 好的 好 汝妍姑娘 你心眼好 不记恨我们 反倒来帮我们 只一身边有你 我就是死 也瞑目了 阿嬷 我回来了 阿嬷 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你最爱吃的 洪福轩的点心 要不要起来尝尝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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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买的点心 你要不要尝尝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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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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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知义 你要去哪儿 喂 二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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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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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蔡真一 蔡真一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我阿嬷死了 那要怎样 人终有一死 不一样 如果我不把她从蔡家接出来 她就不会死 至少不会死得这么难看 不对 二太太说过 她生你养你这么多年 只有在你带她离开蔡家以后 她才觉得 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阿嬷 阿嬷 你太高看我了 我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你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连给你请大夫的钱都付不起 我把你从蔡家接来 让你住四处漏风的房子 让你吃难以下宴的饭菜 让你为我担惊受怕 我这算什么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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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猪狗不容 蔡志愿 蔡志愿你给我站住 你要跳回去吧 好 你只要听我把话说完 我就成全你 不错 你以前是个猪狗不足的禽兽 是个人人喊打的过肩老鼠 我恨你恨到想把你碎尸万段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居然有勇气把你阿嬷 从蔡家接出来 我更没有想到 你为了你阿嬷 你能够去做苦力 即使挨打挨骂被人侮辱 你都没有放弃过 我曾经咒骂你 嘲笑你 还陷害过你 但是 但是现在我真心地佩服你 你敢担当 是个汉子 你阿嬷死了 你是应该难过 她确实是因为你而死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阿嬷之所以选择 这样的方式去死 她就是不想拖累你 她想让你更好地活着 可是我阿嬷已经不在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那你就去死啊 你去死啊 我绝不拦着你 如果你真心爱你阿嬷 你就应该明白她的心意 你就应该好好的活着 我给她看 我给你自己看 如果你就这么死了 那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你要不要在天之内都会恨你 还白要了你这个狠心的儿子 你听到了吗 你听明白了吗 你这事啊 我现在想说是针对你 我要走 你这事啊 你的 tacos 他在眼前便也行 了 他在眼前便我 可我 来人 阿淳 郡哥 慌里慌张的 去哪儿啊 老爷让我把这个 交给镇宫所的廖老总 廖老总 你说的是那个阿昌吗 是 手里拿着什么呀 阿淳 跟我还有什么可瞒着呢 老爷等着呢 快去吧 阿女儿 你怎么来了 陈相他在吗 在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不是我找他 是阿军哥找他有事 是要命的事 都可听好了 都给我仔细搜 搜出来把庄庄有赏 走 是 你你你跟我走 走 这里 驾 走 走 报告长官都查过了 什么也没有 什么 什么也没有查到 是 这不可能啊 廖老总很生气 他还大发雷霆 全是一群笨蛋 你看 师父 麻烦你快一点 哎 阿牛 怎么样了 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 都已经撤走了 这次多亏了阿军哥 也谢谢你阿牛 阿军哥交代过我的 一定要把东西 转到安全的地方 陈相 还有什么要安排的吗 以防补测 你和林先生就在船上等 马上我们的船 会准时离开这里 到时候 你帮林先生 把东西一起拿到船上 好 陈相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保证 他们的安全 好 保证 好 哪哪 是个干死的菜 你好 老子 老子 老子白跑一趟 什么也没拿走 命里注定是你发财的话 大风都刮不走 俊哥 你 你什么意思 贼喊捉贼的意思 你什么骂我是贼啊 别着急 别生气 不管你是贼 我是贼 他蔡天威也是贼 就看哪个贼 错得高明些了 不是 不是 你这几个意思啊 俊哥 什么逗啊 身官发财的道 小姐 我听说有人去搜查我们的仓库了 怎么样 没什么大问题 毕竟我们做的是正经生意 但是仓库里犯的乱七八糟的 就有点麻烦 那就好 对了 太太找你呢 你快去看看她吧 嗯 宁辰小 这次算你命大 你怎么又来了 怎么了 不想看到我啊 那好 我走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白天你已经替我干了不少活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真是脱胎换骨了啊 送上门的女人你都不要 那 我来是给你送吃的 别胡思乱想 你怎么还拉着我的手啊 好 这些不都是冯妈妈的手艺吗 她特地给你做的 也是我阿妈爱吃的 那你就替二太太多吃一点 我来是给你做的 他把事情赶快去 你看到我 我来的 你多少 你多少 我来的 没想到你 那日子 光如海面的波濤璀璨浮淨 執著的排打著前世的記憶 我的愛在瞬間屬性深入海底 才發現有一種神情在一直延續 天荒了地老了 還哭了是懶了 原來我一直在哪裡等你 你眼中那一顆幸福的眼淚 集中了世界 讓一切倒退 如果是無可計算的愛 就像浩瀚的大海 無論多少個世紀 都在哪裡不曾移去 不可時不可預測的未來 就像我們的愛 無論多少個世紀 總在哪裡深深不息 就像我們依靠 作詞讀 欣賞 總在哪裡深深深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